据台湾媒体报道 17岁范长城因一部综艺节目爆红 节目中染金灵色银发备赞太帅 她最近再度改变发色 顶着一头红发显示粉丝见面会 还在台上放送了美金剧 让现场尖叫声破表 最近我先学了一个呢 好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发现你们长得很像 我妈的一个亲戚 太太是什么 我发现你们长得像 我妈的儿媳妇 说完后全场立刻沸腾 还满意地用双手做出抬高pose 暗示声音再大一点 一连串聊妹举动 让网友几乎聊了能不能说到做到 此外范晨晨更新个人社交网站 附着面膜自拍比胜利的手势 再度秒吸近两万网友点赞 打从参加综艺节目后 人气跟着飙了快三个月 粉丝天天喊加油之威 3月31日 有粉丝曝光一组范晨晨最新帅照 照片中她一头红色短发 身穿西装外套 内搭白衬衣 下身搭配一条黑色长裤 笑容灿烂阳光与范冰冰非常像 范晨晨笑容与范冰冰几乎一样 曾经有过科学家研究孩子笑容 遗传自父母 这姐弟俩不仅遗传了父母高颜值 长相出众 更遗传了笑容 笑的方式也是一模一样 范晨晨红发看起来有点耀扰妩媚 多了一些阴柔的她 没那么阳刚 范晨晨五官帅气 加上身高1830米的身高 真是个阳光帅哥